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立法议员的提问 特首答得很好 我形容特首的表现是基本上都好了 今集想跟大家讲 因为他之前是立法议员之首 立法议员 我首先讲他的功能 因为现在又开始今年的选举 订了日子912 即9月12日也不够半年了 即我们今天直播是4月29日 即5个几月而已 我觉得有些立法议员 他都不是做到他本身的功能 本身功能第一样就是立法 因为那个会名字是立法 他自己的名字都叫立法议员 在立法方面 首先就是自己可以提出一些法律 希望通过 例如高天志议员提出公会法 也有些是就政府所提出立法 即有很多法律曾经咨询的 那咨询的过程 立法议员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甚至或者他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但我觉得很多议员是不够水平 而这只不过是在临想谈谈 反这農事 您可找你 也有机会 您可能还能干得谈好的议员 是不是生意 这样就不够了 那我想当然立法议员不需要每一位都是法律界 不需要 因为准备有学生理 他要融入级别来争取利益或者违权也可以 这两尾是争取 还有违权 其实整个立法会应该是真的要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 因为它是一个代以制的方式 是能够那些议员能够代表不同的行业界别 或者主意的人去大家一起去议政 但是呢 阿余sir 你有没有感觉越近这个选举 就是大家所说的东西就会多些 就是这四年过去 只靠这样就突然间努力就没有用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不只是说业界 我们可以说到甚至奥普时期 以前辉哥都很关心澳门民生的事务 你也有组别参加过 那么能够在你们的组别有三位 是进入了这个大堂 我觉得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证明人家是支持你们 亦都你们当年是很努力的 所以我觉得呢 当然这个社会不断在那里 不要说复杂 是在丰富的 就是越来越没有以前这么单一 但是也会有时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过去年纪 困难到不得了 那有些议员呢 是做了大量的维权的事 就是我看的 就是我不是特意偏了 例如勞工界那些 也有些议员提出有些事是称职的 我也都看的 就是我 由于我是赞他 所以说名也不要紧 就是例如 经济金融界 有叶绍佳 有冯家超 他们所提的东西 无论是关于那个 证券上的 或者关于一些 数字货币的 他们显得有料的 因为这两位 都是在实务 在叶绍佳实务 在研究 冯家超就在研究博彩 都是有他的见地的 所以呢 就是我看呢 就 这两位呢 应该都是 贱选 和委任进去的 那所以我上一次 我都曾经说过 我是 可能有些人 对于我的言论 未必一定是 贊成 但是我呢 就是认为呢 那个 这个 委任未必一定会 就是很有必要 但是呢 这个功能组别 那个呢 我觉得是 有它的存在价值的 即是间选 即是间选 在澳门叫做间选 所以 在间选之中 尤其是 它主要的就是 工商 工商 主要 就是 专业 因为它不代表 因为只有两个人 专业的范畴很大 所以呢 就是现在呢 就变成了呢 我们剩下来呢 就是主打直选那班 其实 你知道我们觉得直选这班议员 当然 大家都认为呢 一个民选 即民选议员 即直选那班 大家觉得它的代表性 是很强的 因为它是 一人一票 就选出来的嘛 它代表的数字 你要知道 它能够有这么多人 最低限就是信任它 但是呢 有时呢 我们就是看回 因为 正正 它因为要取悦 它的选民 所以 那也有麻烦的 是的 即是有些 它会做一些事情 即是对其他人不利 假切一样东西 不一定对全部市民好 假切 勞资双方的 一个勞一个资 公说公有理 就婆说婆有理 两个都有理 但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直选的议员 如果你想想 我如果帮了资方有多少个老板 一定是那个勞方多的 那你怎样说呢 即是有时呢 那这个呢 除了要你自己有理 还要你的演绎是出色 是不是 是说你的根两够不够 我想呢 你说这句很对 那根两呢 就是你看这个问题的深的层次 去到哪一层 可能你现在演绎那里呢 某一个阶层是不喜欢你的 因为你是和它对立 但是如果 我说的最简单 我说个例子 但不要紧 你做生意都是对立 我说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资方那个做得不适合 怎样 或者说它处理不适合 但是有个问题 你想回头 当你真的令到这个资方 他们完全陷于这个负面失败的 他执了一粒 他执了一粒的说话 就是我说一条法例 不是说这个议员代表 那这个 那现在 执了一粒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 就是矛盾面没那么大 就是不要指说你死就我忙 例如你建议往那些法律上通过 市产价增加 那么这个合理增加 影响成本呢 亦都是在疫情前 一般的店务可以负担得起的 所以最近呢 其实我就接触到这些人士 反映了 就是现在其实労资的关系 逐渐都有一些紧张 因为呢 某一些的大公司呢 我们上个星期说过的肥鸡餐 那还有一些公司呢 现在呢 一到到去年年六十五岁呢 就已经基本上 几好关系 或者是你有几本事 他都准备 如果要开除人呢 就首先向这班开刀了 那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这个社会上呢 现在这个选举呢 也可能呢 这个労资双方 这两方面呢 都会形成一些的争夺战 那我们现在当然呢 代表牢方 或者代表所谓大众的议员呢 其实呢 都不少的 遗数都不少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会不会是 竞选的那个选举开始呢 会不会有一些 不理性 是比较激烈的 就是 就是 议题会出了来呢 或者议痕出了来呢 代表 农方 或者知方 这些角色都鲜明 嗯 但是代表一个同乡会又如何呢 啊 就是这个可以商量一下 代表一个同乡会 是不是那些乡 那大家为他争取权益 令到他的乡会有好处呢 还是怎样呢 那好 那当 譬如我们见到 善丰花园之初 那有些同乡的组织 说帮他 那时候是好的 但是后来又说 咦 现在不行啊 疫情 说退回了 那大家又不开心 那好 未来 有关同乡方面 不止一个 是有同乡的成分的 那又如何呢 那当然了 就是到目前呢 我都没看过一个 竞选的团队呢 打正其好 什么同乡会没有的 但是大家呢 都心中有数 是 就是他们是代表 哪一个群体比较多的 是的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莫可厚非这件事 但是呢 不应该单止是为同乡去争取权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我现在当没有了 因为你查不到 根据法律上 我说有 就犯博了 是 2017年的选举 他当没有出现蛇齿饼种 没有买票的成分 而是很公平 那我都希望呢 来到2021年 大家都要慎重 尤其是联储 选管会 都要看更多的 也都要再一再教一些人 我觉得宣传是比防范更重要的 就是教一些人 第一 你不要收这些蛇齿饼种 第二 你不投给你认为 那个用钱买你票的人呢 你更清高 那我现在这样看 那就最好了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理想还理想 实情还实情 嗯 因为呢 不同的同乡会的背景 的选举的队伍 他大家都是打民生的 他绝对不会说 因为我是什么同乡会 那我们呢 我特别会去关照 但是现在香港 是不会的 所以说要看表现 是 在民生是不是达到呢 还有 要多少个议员入 你才真正帮到大家 嗯 是不是一定要有两个 嗯 还是一个都不入 你平时都可以做事的 嗯 所以说呢 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在那个选举 尤其是选民那方面呢 或者是 啊 参选人啊 啊 啊 你在那个同乡会背景那里呢 我刚才说摸口飞 但是真真正正呢 你是做了议员之后呢 啊 或者是希望做议员的抱负呢 应该是为了全澳门 应该是为了全澳门 你自己我当你自己在某个地方啊 嗯 就是为例而已啊 嗯 就是我们 没错 作为一个例子 不是违反 嗯 你是江门同乡会的 为个当 嗯 嗯 那里面的体育会 或者不同性别的士族中称 或者是同乡会 那样 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的工作里面 都会对于特定的人群呢 是会就是特别专注一点的 是 因为他摆正牌头 都是这样嘛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分析一样东西了 啊 如果去到竞选立法会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除了看 限日 就是这个团体 对这个士族啊 或者是就是特定的同乡啊 之外呢 你更加要看他们的表现 啊 他们的表现 还有就是那个政光 是不是他们会是做得到的 那表现是这样的啊 啊 我就比较呢 是实在一点的 嗯 我认为一般议员呢 你写到政光天花龙凤 你做不到的 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努力 你专是提一些质询 嗯 你找到一些东西不对 你经常去质 可能会推动到一些东西解决 啊 这个就做到的 那其实你讲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啊 那些选民 那些选民呢 那些选民呢 他认为 我 我不能一触高打社船 是吧 有很多都会去 看一下这个议员 过往的往绩 或者这个新参选的人 啊 那他呢 呢 他呢 平日 在社会上的表现是怎样的 但是我在这里呢 就是我自己 会去重 就是要提一些呢 就是说 如果要连任的议员 这些呢 你真的看看 过往最低限度 这一届 他所说 所承诺 和所做到的事 那这几样东西都不会违背的 还有我现在就希望呢 大家要仔细听 就是有些朋友呢 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们那个社团 要出个人 而代表去参选的人 都未必是你心疑的人 是吧 那好了 如果某一些大的社团 他就说 哎我这样这样这样 又为市民做很多事 那么你的社团平时都有 为人做事的 不是因为某个人 做到议员与否的 是吧 即使你今天下选 你做不做 做得帮不帮大家呢 是以往都出现过 就是有些选择 某一届落选的 那他都做事的嘛 你做得好 或者下一届又选你呢 是吧 那我是觉得呢 就是如果你因为 某个社团 要有个人 这种这样的说法 就不通的 那刚刚我说的 选择就可以有代表性 直选就不需要 刚刚我说的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大家去选哪一个议员呢 刚刚才说的 都是一种的方式 做过的 你看他往直 最紧要看 由头到尾看 第一个看 他当时参选的政綱 但这些是表面的 完成到多少 即是他的政綱 他能够完成多少 因为完成多少 因为他写的东西 含糊抽象 他就简说他完成的 一定是有实际的东西 你才说他完成到的嘛 譬如我争取什么什么 我争取到了 那这个呢 和你的能力 和诚信有关系 是的 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政綱 是我的诚信 我要去完成我这个承诺 是吧 那可能你不能够完成 因为很多事情 就是非一企之力 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的能力 你承诺了 应该你会做得有80分的 但你做得有20分 那就是能力问题 有的 他不是说只是能力 除了能力 能力那个已经局限了 你选他之前都知道大概能力 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根本 就是没有这个投入 有些 就是随便当选了 他扔多少时间下去呢 我成为疑问的 其实呢 我对有些 我是有疑问的 其实呢 我这里再说 就是说 当选才是开始 但是有些人呢 当选了之后呢 他已经完成了 他整件工程了 有些真的说 我当选了之后 将来再能不能连任 甚至乎 他从来都没想连任 我可以够胆说 有些人是有能力的 包括你请职员 他有能力不够 你要看他投入多少 在他的工作上 不是说只是他有能力 他是一个懒鬼的 没用的 我们也真的见 直选议员之中 有些真的没有怎么投入 嗯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选连任的 或者是重新选一个 从来未入选过的 最好 最好是这样 同一阵营都换人 不要来来去这个 也都不公平 这个阵营是保罗大众 而组成的 没有其他人 我想今届 换人的 换人的 率 比上一届一定多 一定多 所以 有新人的永远 我觉得是一个 给立法会一个 注入新的希望 这个不是一定的动力 希望 希望会不会导致大家 希望幻灭呢 又要等几年 才能知道 最低限度 我希望 在立法会 你看到全体会议 有线 你看到直播 好再拆鞋了 出来说 好 你不需要在这里说 是不是 你是要说哪些要改善 而好似大家 是好忌有几位议员 专讲反对话 其实反对才好 如果我跟你是食家 去其他地方 说那些有什么问题 那可以改善 很想找我跟你去 还有一个 我自己都有 挺有趣的感觉 有一类型的议员 说出一些言论 一类的议员 是好似 就是一个后卫要拦截他 专门拦截他 其实我觉得 估官方的意见 不需要 我直接说就可以了 阿飞哥 你说的 就是有些官委议员 在做守门员 是的 不需要做后卫的 有守门员的了 政府有什么 可以辨解 我觉得 如果你做后卫 其实浪费了你被委任 你的被委任 不是用来做后卫的 所以我也希望 今届的长官 因为他的任期 和立法会不是同步 他都再重新任命 所有的官委 我直接是不希望连任 甚至直选间选 最好是大换班 这样才有新面目 因为由于很多议员 是做不到事的 我曾经去换新面目的时候 可能会因此而做到事 有些新的器材 是的 多谢辉拖